而超充技术的出现大大缓解了 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充电焦虑 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增量 随着超充项目发展加速 给产业链上的企业带来哪些机遇 在超充站的建设布局中 还面临哪些问题呢 继续来看 在广东一家充电庄企业的组装车间 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 对充电庄进行安装和调试 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3年前三季度 企业可支持超充设备的订单 增长了200% 月产能达到240套 可用于超充设备的订单 占品也从原来的20%提升到50% 我们整个生产线也进行了整个的扩产 从原来的三条生产线 扩充到九条生产线 除了扩产能 今年一来 企业在超充产品的技术路径 与模块上也进行了多次迭代 我们800千瓦柔性共享的这种超充堆 可以兼容超充和快充 我们的超充产品设计之初 就预留了储能的接口 后期可以配套储能产品 缓解电网的压力 尽管超充技术的应用 为产业链带来了不少机遇 但超充站的建设与落地 仍面临不少挑战 以成本为例 如果按800千瓦配一把液冷枪计算 全液冷超充装成本 大约为每瓦0.5到0.6元 与直流充电桩每瓦0.3元左右相比 最多能高出一倍左右 此外 电网功率不足 匹配超充的车型少 电池倍率低等问题 需要多方共同协调联动 大功率超充装对中压线路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中压线路上 接入的充电桩功率和充电同时率 可能会引起线路上的 暂态电压波动和稳态电压偏移 严重时会造成电压越线 影响同线路其他用户的安全用电 专家表示 未来在超充设施体系的布局上 要分场景推动 不能盲目投建 慢充 快充和超充的装束 应该得到合理配置 共同构筑能满足 不同场景需求的不能网络 我认为在超充的布局上 应该是有侧重的场景不同 一个是我们运营车辆 对时间成本有要求 一个是在我们的高速路级沿线上 它的这种充电的刚性需求 而且对充电的效率要求比较高 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